从今以后 不管遇到再大的困难 那你们也要相信彼此 携手共金 就像我和我们家小萌那样 你什么时候把你们家小萌 带过来给我们看看啊 那我们家小萌那说见就能贴 你看看他 照片的事情呢 我也想通了 两个人在一起 信任是基础 你已经为我做了那么多 如果我还不信任你的话 只能证明 你喜欢错人了 算你够意思 你还真是一点没变呢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想跟你说 我希望你能答应我 你该不会还有别的照片吧 没有 是我想解除婚约 为什么呀 你知道解除婚约对元胜集团意味着什么吗 我知道 可是请你尊重我的决定 而且我保证 这件事情不会伤害到我们两个的感情 你是不想我们俩的感情 建立在商业基础上 算是吧 我希望 我们之间能像今天这样 所有都从头开始 我们俩看到然后 为了 真уда 如果她发生了 专门行 这还有 现在开始 就看上去 我算是 明天十点温家解除协议 收到回复 决定了吗 那我们进去吧 好 他们来了 爷爷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去新加坡了吗 你不会是为了这丫头 现在又准备留下来了吧 要是这样的话 那今天这个节约协议 更是签订 爷爷 我们今天来 就是签协议的 当真 那就好 你能想通了 这是最好的 再说 这种人他不值得流连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这件事 你交给爷爷就行了 何必为此事 特意留下来 工作要紧 我经过再三考虑 觉得有些事情 逃避是没有用的 还是要留下来面对 那倒也是 绝不能因为感情 耽误工作 那我们先签协议吧 温老先生 这当事人出面是最好的 这样处理起来 也能省去不少繁琐的手续 你钱是白收的 现在就查原家时了 等着他来 来了之后 尽快把这件事情 给我了结了 你爸他人哪 我再打电话去去 你都打多少遍电话了 要接他早接了 我告诉你 他是故意地在拖延 通了 喂 我爸他呢 让他接电话 那个 出国了 出国 那他说多久回来 他说是一年 一年 好了 陈律师 好了好了 我不知道了 我知道了 搞法律诉讼 爷爷 就算走法律诉讼的话 当事人不在也实行不了 我们还是先找到原家时吧 确实 现在在执行方面有些困难 如果能找到当事人 才是最快捷的方法 你那么怕麻烦 你还做什么律师 行了 我只给你一周的时间 一周 找个人而已 你需要多少时间呢 三个月吧 不用那么多 最多俩月 好 好 其实用不了那么长时间的 你不会反悔了吧 我没有反悔 只是找人哪有这么容易啊 别到手找不到 也悠悠该怪你了 没事儿 他老玩这一招 我有办法 嗯 嗯 妈 我爸又玩消失了 我答应了温家 两个月之内找到他 哼 又给我玩这一招 交给我吧 你别怪你爸了 安心开店 啊 好 谢谢妈 我妈呢 被我爸逮了十几年 肯定没问题的 放心吧 走吧 笑容 哎呦 两位老板 你们还记得自己开了个餐厅啊 瞧瞧 空无一人 生意都这么惨淡的 能不能回来乖乖 不要老谈恋爱好不好呀 有钱人就不怕吃亏啦 这不是由你专门辞了职来帮我管理餐厅吗 嗯嗯 我相信你的能力 是啊 龙朱莉 你也是餐厅的合伙人之一啊 对啊 我真羡慕你们有我这么靠谱的合伙人 但是呢 合伙人今天有一点点的私事 私事啊 令我只要我今天晚上去他们家 约会 去他家 啊 啊 所以呢 今天晚上 恐怕 我是 不能回来了 你们两个要 加油哦 不要回来 加油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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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